小小的开始 大大的成就 在马来西亚 咖啡不仅是一种饮料 它更是一种文化 位于马来西亚摩西森迪阿布哈 是一家具有影响力的咖啡公司 拥有环境优良的咖啡教室 同时也能让各位咖啡师傅 在这环境研究出新口味的咖啡 想要泡出顶级香荣的咖啡 同时也采用了泰国清迈深山顶级咖啡豆 当然少不了的还是这班专业的团队 2015年6月 摩西森迪阿布哈投资了马币1000万 开发了流动咖啡车的生意 同时也预计了马币3000万 开发了摩西森迪阿布哈咖啡豆工厂 咖啡豆工厂大于23000方尺 为了质量的保证 摩西新手下描 采重 工赔 才能生产出有质量保证的深山顶级咖啡豆 在经过成品包装布细腻研究 在短短的时间内 在全马上上下下开发了六十几辆咖啡车 摩西森迪阿布哈 摩西森迪阿布哈 饰言在未来的日子 将六十辆咖啡车 继续开发到两百辆 登上马来西亚首屈一指的咖啡品牌 在泰国清迈 摩西拥有一片大于35万英某的咖啡园 等到咖啡豆收成后 再运到咖啡工厂进行烘焙的步骤 摩西平均每个月出产的咖啡豆高达于200吨 也就是说每天平均销售出7吨的咖啡豆 再经过股市管理部 成品包装部 物流管理部 人力资源部 再经过专业市场经理 将咖啡豆批给各大大小小的咖啡厅 经过统计的调查 从2008年到2014年 咖啡将会是未来创百亿的生意 咖啡在亚洲市场发展的平均还很大 至少高达于300% 在马来西亚3000万人口 经过调查显示 每人平均一天喝了4杯咖啡 然而明显的从街边茶餐室 演变成高级高贵的咖啡厅 而咖啡也演变成高品上的饮料机 某知名咖啡品牌 在马来西亚用了9年的时间 打响品牌 而Mosi只用了短短6个月 将品牌推到了大街想象口中的顶级咖啡 但是在马来西亚拿下了不少的奖项 与其肯定 然而在往后的日子 Mosi将攻入其他的国家 包括越南、新加坡、台湾、中国等国家 Mosi未来的展望和目标 也就是让咖啡市场发扬 让大家喝到一杯有质量的顶级咖啡 小小的开始 大大的成就 我是Mr.G 我会在最晚的时间里 将Mosi这个品牌推到最高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